屋子里没有传来赵琪的尖叫声 从前只要见到陌生人 赵琪都会大喊大叫 外面的内侍看向屋子里 赵夫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世子爷明明是受了惊吓 却为什么要听忠义侯在战场上的事 内侍有些不明白 他正要转头询问赵夫人 屋子里已经传出了声音 本来说粮草三日内抵达 我们整整等了十天 却没有见到粮草的影子 没有粮草也不见援军 又被团团围住 将军说战死沙场就是今日了 说到这里 内人微微吸了吸鼻子 将军让我带人突围送信 临走之前 将军 将军营里剩下的粮食给了我们 让我们吃了好有力气 我不肯 将军说 他不会走 粮食留给他也是浪费 我们能早些将消息送出去 说不定他们还有救 将军说 征战了一辈子不眼馋这些军粮 就是想吃一碗家里做的面条 放许多辣椒 吃得满头大汗 可惜他儿子一直不敢吃 将军说 若是有一天我能回去 看到他儿子 就跟他儿子说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 以马格果实 还葬儿 将来 若是遇到这样的事 不要伤心 不要难过 也不要惧怕 那人话音刚落 就由下人端了一碗 热腾腾的面条 还有火红的辣椒 赵琪仿佛看到 父亲坐在那里 夹起面条 将辣椒放在嘴里 他在一旁看得咧嘴 父亲夹起辣椒 送到他跟前 他立即捂着嘴躲开 父亲喜欢吃面条 喜欢吃红红的辣椒 这个人说的是父亲 那将军是父亲 父亲阵亡了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 以马格果实还葬儿 他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赵琪的眼泪 顿时涌出来 哭泣声 屋子里回荡着哭泣的声音 一个小小的身体里 却迸发出那样的声音 贺公公不禁也觉得眼睛潮湿 谁都知道 忠义侯因为断绝了粮草 才战死 可是谁也没听说过 这里面的细节 没想到 他会在这个时候听到 旁边的小太监 跟着赵家家人 一起在抹眼泪 贺公公不禁 长长地叹口气 忠义侯 真是个忠臣良将 雨丝随风飘进来 打在人身上 贺公公的肩膀 已经被雨淋湿了 小太监忙要撑伞 贺公公摇了摇头 伞撑起来 雨滴落在上面 就会有声音 难免惊扰屋子里的召气 这么小的孩子 就没有了父亲依靠 真是可怜 贺公公向屋子里看过去 看到赵琪站起身 走到摆着面条 和辣椒的桌子前 伸出稚嫩的手 拿起了筷子 面条和辣椒 忠义侯临死前 想要吃的东西 现在忠义侯柿子 却要吃 小小的手将碗拿起来 红红的辣椒 都倒在了面条上 赵夫人不禁一震 齐哥这是在做什么 屋子里哭泣 变成了压制的哽咽声 赵琪夹起了面条 周围是那么的安静 仿佛连雨也停下来了似的 都在看她 看她静静地将面条 送进嘴里 好辣 好辣的 她几乎听到了父亲的笑声 温和的大手会落在她头顶 我们齐哥长大了 辣椒还是那样的辣 父亲却不见了 眼泪溢出来 流淌着 叼到她的手背上 桌子上 她的面碗里 爹爹想吃面条 齐哥替你吃 一定要最辣的 辣得太畅快 辛辣的味道 冲进她的喉咙 让她觉得 如同烧起了一把火 她的额头躺下汗来 一边躺汗 一边流泪 所有的委屈和惧怕 都一并地发出来 赵琪用手抹着眼泪和汗 她已经分不清 什么是汗 什么是泪 爹爹说得没错 这样才畅快 高兴 痛苦 笑 或者流泪 都要畅快 齐哥 一碗面条被吃了精光 一双眼睛也被揉得红肿 赵琪抬起头来 看到了母亲 齐哥 母亲温柔的声音 将她从黑暗中拉出来 还有母亲 母亲 齐哥 将你送出去 母亲也是没有法子 母亲的眼泪掉在她的额头上 在黑夜里拼命赶路 在白天里躲躲藏藏 她多想回到家里 回到母亲身边 可是她又害怕 害怕母亲脸上那惊恐悲伤的眼神 害怕那些慌张的吓人 她害怕 只要看到他们 她就知道 这不是个噩梦 这是真的 赵琪扑进赵夫人的怀抱 母子两个紧紧地抱在一起 哭声顿时又响起来 齐哥 我们回家吧 你要给你父亲守孝 你父亲 贺公公看到换好校服的赵家小姐走过来 门被打开 赵如音静止走向赵琪 二弟 将衣服穿上 赵如音哽咽着拿出衣服 赵琪站在那里 鼻端是生麻布的味道 父亲变成了这样的味道 哭泣 难过 自卑 是父亲走了的味道 赵琪摇着头 他不想要 雨下个不停 赵琪穿着那让他无比陌生的衣服 站在屋子中央 不知怎么的 他仿佛依稀能看到父亲站在那里向他笑 父亲说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 以马隔果实还葬儿 不要伤心 不要难过 也不要惧怕 赵琪摸干了脸上的泪 父亲再向他微笑 然后点点头 转身越走越远 院子里只剩下了瓢泊大雨 什么都不见了 贺公公拿出帕子 擦了擦眼睛 躬身和赵夫人说话 咱家看来 狮子爷是悲伤过度才会如此 没有什么难治的病症 赵夫人点点头 夫人要多保重身子 终于侯府上下 还要靠夫人撑着 贺公公带着内侍离开 上了轿子 小内侍立即上来道 赵家人都说 世子爷的病 是姚一温大人的小姐治好的 那些传言是真的了 贺公公清了清嗓子 走吧 回去复命 轿子慢慢地消失在大雨中 赵夫人去了厕室里见婉宁 婉宁穿好了斗篷 也准备让下人去备车 七小姐 赵夫人看到婉宁 心里涌出了一股亲切感 若不是婉宁齐哥的病 怎么会好得这样快 要不是七小姐 内侍一定会将齐哥的模样 说给皇上听 终于侯的爵位 他们母子都守不住 这段日子 她食不安寝 也不能魅 闭上眼睛就想起侯爷 不能将忠义侯府打理好 将来她怎么去见侯爷 赵夫人拉起了婉宁的手 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夫人别这样说 是夫人肯信我 赵夫人是个不善言谈的人 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就是拉着婉宁不放 给七哥治病 好几次她都觉得没希望了 看到姚七小姐脸上的笑容 她才放下心来 现在只要一天不见姚七小姐 她就觉得少了些什么 若是姚七小姐 一直能在忠义侯府 该多好 七小姐说内侍见到齐哥的样子 回去会怎么说 应该会原原本本地禀告 世子爷的病好了 这是遮掩不住的 听赵家下人 说那位贺公公还掉了眼泪 人被触动了情绪 回去之后 多多少少会表露出来 如果事无巨细都要说清楚 必定会讲到 终于侯阵亡的细节 皇上听到这些话 但想想赵七母子 就算赵七年纪小 也会将忠义侯的爵位 传给赵七 这是安抚忠臣最好的办法 趁着现在世子爷 想要回忠义侯府 夫人快些让人准备 回到府里 夫人要一直陪着世子爷 赵夫人点点头 万宁说 我也回去了 下人撑开了伞等在门口 万宁向赵夫人告辞 慢慢地走了出去 望着姚七小姐的身影 赵夫人一时正愣在那里 姚七小姐治好了齐哥的病 还从容地安排了车马回家 她真没想到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姐 能将一切做得这样周到 姚依文听着外面大雨的声音 不由地皱起眉头 她应该和大哥说一声 让大哥退出这个案子 不要再跟着崔义婷折腾 万宁怎么说也是她的女儿 不但不要搅和曹梁的事儿 也该和沈家分个清清楚楚 沈家眼见就要没落了 大哥和沈静元交往 不免要殃及于吃 终于到了下崖的时辰 姚依文弯腰进了轿子 雨已经停了 姚依文觉得她应该去看看 沈家铺子到底成了什么模样 那些铺子都是因为 沈氏嫁给她才能来到经理 现在沈氏被修 沈家也要败落 姚依文吩咐下去 轿子被抬起来 很快就到了街面上 老爷 到了 姚依文掀开了帘子 隐隐约约从沈家铺子里 走出几个人 很快这些人又走了进去 显然是在收拾铺面 沈家真是完了 请问问 姚依文吩咐下人 下人立即明白过来 忙跑去打听 片刻功夫吓人回答 只是说时 修整铺面 要买新货 沈家还是这样言不由衷 姚依文心里泛起那一丝 对沈家的可怜 顿时烟消云散 沈家有今日 也算得上是咎由自取 老爷 我们现在去哪儿 姚依文吩咐 去大老爷的院子里 轿子一路到了 姚依州暂住的院子 小丝去通病 很快 姚家管事出来说了几句话 小丝垂着脸走过来 老爷 大老爷说 若是为了沈家 或者曹梁的事 就不见老爷了 姚依文扬起了眉毛 大哥怎么知道 他要说什么 小丝不禁骂一声 狗长人士 这般的没有眼色 他们这是不知好歹 小丝呸了一声 呸 我们老爷上门 他们还不肯见 将来有他们哭的时候 小丝故意扬起了声音 方才来应门的下人 向这边看过来 小丝冷笑一声 挺起了身子 姚侍一族 没有老爷 哪有今天 大老爷仗着是族长 就这样扶老爷的脸面 若不是老爷 敬着他们 他们算什么 给三分颜色 就敢开染房 姚依舟家的下人 挪开了眼睛 干脆将大门关上 大门砰的一声 合起来 小丝吓了一跳 后退一步 顿时踩进水坑里 小丝忙抖着鞋 真是晦气 光是站在这门口 都染上了晦气 大老爷一家 定然是要倒大霉了 姚依文看着那扇门 下列不相见 以闭门更代之 大哥什么时候这样决 他是好心来相劝 大哥却是这般的模样 早知如此 他就不该过来 回去吧 姚依文沉声吩咐 轿子再一次被抬起来 姚依文回到屋里 让张氏服侍着换了衣服 张氏笑着说 欢歌吵着要学写字呢 妾身就让人从老爷书房里 找了一本书 妾身先教欢歌 自从上次出了许大媳妇的事 张氏总觉得和老爷之间 像有了些许隔阂似的 老爷 妾身已经罚了许大媳妇 以后福利不再用它 老爷还跟妾身置气 张氏垂下头来 张氏的眼睛红红的 妾身知道妾身做得不好 除了这样的事 老爷和妾身生气 妾身也不冤 可是那些话 毕竟不是妾身说的 张氏的声音越来越小 想想张氏的辛劳 又将欢歌养得那么好 姚依文一时心软 崩了几天的气势 顿时卸下来 跟你无关 我去了大哥那里 大哥不肯见我 张氏瞪大了眼睛 老爷 是想去劝大老爷 姚依文点点头 张氏脸上露出心疼的表情 大哥怎么不明白 老爷的心思 老爷这是为了姚家着想 这话说进了姚依文心里 沈家要败了 大哥却还一无所知 我是想劝大哥 离沈家远一些 京城这种地方关系复杂 他应该早早地回去太兴 这样免得被崔义婷利用 崔义婷输了 大哥说不定会被牵连 张氏端了杯茶给姚依文 真的出了事 将来还不是要求老爷帮忙 姚依文端起茶又放下 到时候他是帮还是不帮 帮觉得心里气氛难平 不帮他也不忍心 将来等到大老爷求上来 老爷就不要痛痛快快地答应 否则大老爷始终不知道 老爷的辛苦 张氏说的也有道理 等到那时候 他一定要将今天的事 跟大哥好好说说 一个下人当着他的面 将大门紧闭 大哥跟他置一时之气 能有什么用处 最后提起来是大哥丢脸 姚依文站起身 我去看看父亲 妾身换了衣服 和老爷一起过去 姚老太爷正和邱管家说话 沈家买的那些东西 已经有人要买了 邱管家说 虽然说着沈家是清晨货 可是货都是好的 经理的商骨很多 免不了就有看上的 眼见就到了年底 这些货也能搭着卖出去 经理几个绸缎装的 都准备下手了 姚老太爷冷笑一声 哼 商骨目光短浅 只看到眼前一丁点的利益 邱管家说 我们要怎么出去说啊 何必这时候买沈家的货 等到沈家卖不出去 还要降价 到时候再下手 岂不是更好 姚老太爷顿了顿 我们从前和沈家有过亲 这是谁都知道的 所以才有人向你打听 你这样说 他们也会相信 沈家有这么大的动作 谁都想打听个消息出来 他们是从泰州来的 那些人会信他们的话 沈家 沈家在边疆的粮食欠收 定然会像热锅上的蚂蚁 邱管家应了一声退下去 等到姚依文过来 姚老太爷正准备写字 你看看桌上的文书 姚老太爷拿着笔 眼睛也不抬一下 是姚依文身手去拿书信 将里面的信函抽出来 才看了两行 顿时脸色大变 这是要过计晚宁的文书 嗯 姚老太爷哼了一声 你就签了吧 签了送过去 你们还年轻 以后多生几个子女也就是了 姚依文愣在那里 半上说不出话 她都没将你这个父亲 放在眼里 你还留着她做什么 现在有二房要的 你就给出去 依我看 百利而无一害 姚依文摇摇头 这不是儿戏 还要好好想想